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是别人的手抓住绑子 然后我们的右腿向右后插 使这个绑子向外甩 可以用这种可以用这种 对方来了以后 左手还得扔上架以后打出去 我们打出去以后 我们可以继续把右腿向左右后 左后插进去 这个绑子我们不去打击 我们继续捧着这个绑子向外 把这个人整个摔过来 把这个人整个摔过来 这种用法 闪通背 闪通背 把他这个地方闪空 他打击的空的地方 然后我们顺着他的镜把他甩过来 这是另外一种闪通背的另外一种用法 另外一种用法 那么闪通背 如果在实战中要灵活地运用闪通背的话 架打击 如果对方退的话 我们上架的这个手仍然可以下去 如果他退得远的话 我们右腿就可以跟上去 可以跟上去 这是第三种用法 那么这个闪通背 架打抓抓 闪摔 那么然后呢 架打追追追击 这是闪通背的三种用法 其实呢 还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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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闪通背呢 比如说架这个绑子 如果这个绑子下来到胸前的时候 那还可以 可以 这种用身体来裹拿 这个都是可以的 好那么今天呢 我们把闪通背的那个用法呢 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 喜欢我的频道的朋友呢 请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呢 再接着说其他的用法 好谢谢大家